大家好,我是美玲,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到 首先感謝觀眾朋友們對本節目的支持 大家的點贊支持和留言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亦有利於YouTube的演算法 可以令我們的節目被更多的朋友看到 在此亦要特別感謝WinWin 多謝你的Super Thanks,多謝你的鼓勵和支持 我們會繼續努力製作更優質的內容 泰國未來前進黨 創辦人兼黨魁 皮塔林家倫拉任泰國總理基毛元念 2023年5月泰國大選 不但為東南亞國家提供民主選舉的法例 亦勢必成為全世界參照的典範 亦預示著民主大潮勢不可黨 世界共同的普世價值 中將中結獨裁統治 讓世界在和平民主的軌道中前行 了解泰國本次民主的重大轉折 對於中國民眾而言 或者有人亦要擲共產黨的窩囊 據泰國媒體先前報導 泰國有15個政黨在大選前進行做勢拉票 但皮塔給出的多達300項利好 吸引了大量嚎往民主自由 氣其生活更上一個台階的泰國民眾的眼球 在最後的競爭中 排起前幾位的分別是 泰國老牌政治力量的衛泰黨 也就是塔順英拉家族的 東北邦紅三軍陣營 以及泰國現任總理巴育方不責路 是指導將丟失總理補助後 亂投醫 申請加入的合泰建國黨 皮塔 相當清晰地看到了泰國的現作和過去 才能夠給出一個美好的將來 而民眾正誤了 皮塔 誰才會投給他 敢於大陸媒體所謂的拉票之說的暗黑報導 淡化民主選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從2014年至今 賴在總理部座上不信仰壞的巴育 從發動軍事政變開始 到頒布臨時憲法 脅迫拉馬狗勢如批 許可他有資格出任總理職務 2018年操控壓制民主選舉續任 實行獨裁統治打壓異見人士 禁止批評政府的所有言論 而對其兄弟 總理府 大臣各種腐敗醜聞其力掩蓋 走過了一段邋遢之路 有人驚惡的是 2022年8月 巴育散政百年期滿 其職務應暫停 但被政治勢力 脅迫的泰國憲法法院 卻最終裁定其未滿任期 巴育因此執政至今 巴育的親共政策 更是包括大量人進充斥著共產主義的 造魄影視作品 毒害泰國民眾討好中共 並與中共加強合作 2015年7月9日 巴育限令遣返遭受中共迫害的 109名維吾爾族人 導致當年8月17日 發生震驚全球的曼谷爆炸案 造成20人死亡 但巴育並沒有因此 而放棄其親共方略 此後他還數次走步 在泰國申請求UN庇護的法輪功學員 被遣迫 已經由加拿大政府接收的 UN藍民民主人 士姜野菲、董廣平等等 巴育在中共面前討好 影片瘋傳 一度靜靈 讓泰國損失幾十億 巴育說 不用負任何責任的狂傲巴育 在次次大選初步結果出籠後 無顏見父老鄉親 拒絕接受記者採訪 連起碼的風範都拋棄了 更不遲於被自己的政治生涯 畫出一個沉默的非法志願 還好 在63名總理候選人中脫穎而出 他所在的未來前進黨 獲得了152個席位 泰國大選後何去何從根本不是問題 想在泰國再做一個美國夢 已經是超然若結 乃與其上層家庭的基因所擁有的 不非的政治及金錢資本 在中學時 留學紐西蘭完成了 其擁有美好人家的第一步 並在西方所擁有的人類普世價值中 獲得巨大收益 隨後在泰國法政大學完成 其金融學業的學習 在成為金融與經濟內 韓中更進一步 實際上 皮塔 近兩眼的經歷 是接下來的留學生涯 包括在美國德州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 哈佛大學見證美食民主的偉大 作為第一位獲得哈佛大學國際學生獎 學金的泰國學生 他以超人的天分向世界展示了真正的泰國 知識青英的不同凡響 而美國所有的一切都是 在皮塔的三觀中打上了堅實的樂人 當然這一切也離不開在泰國農業 與合作社報任職的父親影響 再要提一下的是 皮塔 在父親亡故後 對家族事業的拯救過程中 顯示了其獨多一面的勇氣和擔當 跟和論其高尖遠足的商業眼光 皮塔 這系列的經歷 歷練並將成就泰國的未來並不為國 泰國有政變之國的稱譽 自1932年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以來 跟跌頻密 從1932年起泰國發生政變的成功次數多達16次 相當搞笑的是 鞍康前泰國皇家陸軍總司令巴玉揭賽成為必然 泰國陸軍總司令 納龍潘在14日泰國大選前承諾 無論發生什麼 軍方在他的領導下不會發動政變 而實際上巴玉在2013年前 總理應拉執政期間 也聲稱軍方會保持中立 不會發動政變 但卻在2014年謀言興兵 強行造治了應拉的總理資格 皮塔 其實很清醒地看到這一顯惡的政治現象 絕對不想在自己出任總理後 被一隻AR15半自動步槍頂著前壓 因此提出其出任總理後的一項巨大改革 那也是深受美食民主啟發的必然結果 軍隊改革的核心是 撤團軍政府的權力 繼承格局 講白了就是將會淘汰所有巴玉陸軍總司令幫派 而將軍隊從政治中分離出去 可以簡單理解為 軍隊國家化 徹底改變泰國軍隊的性質 不再是國王的御用 國王調動軍隊的權力被受搖 軍隊必須臣服 民人政府由於美國 在這大框架下 解散國防委員會 解散軍事法庭 以及裁軍30至40萬 取消強制復兵役 抹收軍方土地收歸國有 廣據提案說 在中國也曾經有人建議軍隊國家化 但這是一個背論 是專制獨裁國家 軍隊無論姓什麼 最終都是黨指揮槍 在中共的專制制下改革 本身就是笑話 說回頭 這項重大舉措 將徹底終結軍人政變的歷史 關鍵在於 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絕對不會 挽養大量軍隊 自毀民主形象 也絕對不擔心被攻擊 其背後有強大的 國際民主陣營的鼎力支持 移縮減軍費開支 利國利民 順道 順道 彼塔 拿出300款讓民眾夫婦最弱的承諾與舉措 最有看頭的都會讓每個中國人痛哭流涕 限於篇幅 我簡單介紹幾款振奮人心的產品 第一 提高最低工資 450泰銖一日 顯示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應對通牌 第二 老年人每月3,000泰銖 財政保障 讓老友穿落 第三 每年補貼75億泰銖 在10年內完成自來水飲用計劃 學美國 第四 公共交通 輕軌降價 讓你的錢包不輕易扁踢踢 第五 減少石油價格差異 汽油將不會隨意降價將更便宜 第六 減少中小企業支出 包括降稅等細質 讓企業與個人減負 變相增加收入 第七 為中小企業提供資本 每年20萬人設立賃款 每年懷二百五十萬名初創企業提供一百萬美元賃款 而且無需抵押品 第八 修訂競爭法 打破壟斷資本 市場經濟法則增強 第九 促進健康綠色旅遊 主打產品升級 第十 保護言論藝術自由 取消審查制度 國家不干預 真正的百花齊荒 第十一 取消在泰國拍攝電影的條例和許可證 絕不搞黃河瀑布被遮榜的那套 也絕不會說偷窺 速開放 十二 開啟全民投票、全民公權模式 包括制定新憲法、地方行政長官任命等 讓每個人擁有完全的天賦人權、擁有參政議政的資格 十三 廢除包括南疆戒嚴以及多國法規 四個自信之一 十四 禁止各人崇拜 包括用皇家資金來宣傳自己 權威不靠宣傳也是四個自信之一 十五 對學校和教師的要求更合理和嚴格 而取消教師接待評估的儀式等顯示 原來皇室介入的一些項目被取締 而教師與學生的完全人權得到充分保障 觀設人人平等理念 此外還包括大力發張清潔能源、降低電費 明目繁多的獎勵政策、降稅政策、福利政策等 與公眾個人利息息息息相關的舉措 而這一系列舉措完全實施之後 泰國社會將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要注意的是 泰國本來就是全國免費醫療 黨魁無需再談 說到這裡 我一定要說 中國大陸如今面臨的問題 似乎都能夠在 皮談的政改方案中得到解決 而只有民選政府才能夠變革、拯救國家 而高限為人民服務的中共 剝奪民眾的選擇權 迫是民眾聽從獨裁政黨安排 而目前中共黨魁更在意的是 其政權機構洪安 在和喜安好的同事 永遠不會解決民生問題 更不用說養老醫療 從這個層面說 中共的黨魁都自不量力 也只能在共產黨肛靈之下做事 即便束手無策 還要在權力的補助上為所欲為 這樣的政權早就該終結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我們下期再見